画面中猴妈妈紧紧地搂住孩子 猴爸爸则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吃着东西 猴妈妈凑上钱想要吃上两口 可猴爸爸直接避开了 根本就不想带他分享 生气的猴妈妈只好背了过去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老公竟然如此地自私 自己正在哺乳鸡 奶水根本不够孩子吃的 可猴爸爸完全不顾他们妻儿的死活 就自顾自地吃起来 猴妈妈一想到这就莫名地伤感起来 现在唯一的欣慰就是怀里的孩子了 这时他的大儿子也跑了过来 大猴子抱住弟弟不停地亲吻 想要带弟弟玩 可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猴子 对着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着陌生感 只有在妈妈的怀里才感觉到安全 他怎么也不愿离开妈妈的怀抱 即使哥哥强行拖拽也没能将他抱走 妈妈对眼前的这一切已经私轰见惯了 并没有上前阻止 他知道这是两个孩子之间独特的相处模式 而一旁的猴爸爸对眼前的一切事不见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同为刚生娃的妈妈 另一只母猴就相当的幸运 他躺在地上给孩子喂奶 猴爸爸则在一旁默默地给他驱虫按摩 猴妈妈很是享受 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